大家好,我是Ken 欢迎来到湾区自业站 今天就和说明来到华法观山水 去看看第三期的别墅区 我们会一年三集 介绍三种不同类型的别墅给大家看 今集就会介绍碟墅里面的下碟模型 而区位和沙盘大家可以在影片后面看到 我们来到现在看碟墅的下碟 这个下碟是A户型 面积是123匹 但产权里面积是207匹 这里是一个入户花园 经过这个入户花园是一个客厅 非常之大 开间我们实测是4米1匹 旁边是饭厅和随房 这个是开放式的厨房 有很多位置放东西 这个位置最好就是我可以做厨师 煮完东西之后直接抵出去 这个户型的主要活动空间 都是一楼这一层 所以很适合老营家和小朋友 所以这一层也有两间套房 有洗手间 就方便了老人家和小朋友 我们一起进去前面这一间房 看看吧 进来我的右手边 就是一个房间 前面这个位置就是洗手间 进来这间房间 你发觉空间是非常充足 还有它自大一个露台 可以早上起床 就出去露台伸展一下 做一下运动 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我们现在走到另一间房间看看 这间房进来 首先右手边就是一个洗手间 再走进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入场衣柜 可以放很多收纳的空间 还有一张两米的床 相对这间房就比刚才那间客房 再大一点空间 而在床边旁边的一个观景窗 我们可以看到 户外花园和自己的下沉式花园 这个户型有三层 我们一起上去二楼看看主人房的空间 来到二楼的主人房 首先左手边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之大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浴缸 可以浸泡牛奶浴 除此之外 它旁边还有一个旗缸 空间相当充足 入到这个位置 喜欢露台的朋友可以保持着露台的位置 因为本身是一个露台 而喜欢有衣某间的朋友 就可以把这里变成你的私人衣某间 而这一边 就有一米八的床 和两个床头柜 可以看到空间 非常之大 再过到这边 观景窗 我们可以看到内延景 和自己的户外花园 都是绿油油 非常之舒服 我们现在来到地下室了 看看空间非常之大 这里做了饭厅 客厅 和酒教的 我觉得这里可以设计做一个 麻将室 小型电影院 和一个书巴 而另一边 它还有洗手间 Store room 和一个私人的健身室 最后一边 都可以设计的 喜欢这套片的朋友 给个like我们 未订阅的 就快点按下订阅 在健身室出来 就是一个下沉式的花园 你发觉空间非常之足够 好 先介绍我们的座位 好啊 以前我们的华佛公山水 就位置我们中山的南部片区 三香这一块 而享受的配套 就享受我们的双城配套 中山市 同时海市 也是半个多钟车程都可以到的 非常方便 香港和澳门 可以逃经我们的广州大桥过来的 广州大桥出口 来到我们的澳门 只需要30分钟车程 全线高速 就可以来对我们的华佛公山水 广州方便 而我们中山 三香片区 是有中港巴 直达巴士 在三香车站 就可以坐车 就可以去到 芝海拱北 或者去到 或者香港 直接去香港都可以的 但这里去那个 三香汽车客运中心 要多久 我们这个项目去 三香车站 大概是10到15分钟车程 10到15分钟 没错了 就可以接驳这条中港巴直接回香港 在交通就讲到这一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沙盘 那我们来看一下沙盘 而现时我们身住的位置 就在这里 塑鲁中心 是 整个项目 总共住地有700毫地 你见到这一沙盘全部都是 非常之大中山来说 是一手二大的项目 而整个小区的方位就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 北靠五巨山 背靠五巨山 衣山而建 后面那三百座五巨山 自然保护区 四面横山的项目 近拉着五巨山而建 而小区正中心有个天然生态湖 那我们就拿项目以前 已经存在这个原生态湖 它原本已经在这里 不是人工兴建的 没错 我们就保留原生态湖 去打造原林景观 到时观景散步都可以来到湖旁边 可以享受到我们小区自身的湖 前面这个板块 就是我们的商业街 1.2万平方米的商业街 就是我们华法合法商支持的 现时来说 已经开了大约15间左右 平时的衣食住行 下来都可以享受到自身华法的商业 华法商业是做到非常成功的 之外最成功的华法商都 都是数一二的 之外来说 而现时我们整个小区 就分了一个八期开发 中间就是四期的别墅区 旁边就是高层 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 四期高层和四期的一个别墅 而现时一二期别墅都已经卖完了 已经是住人的交付使用当中的 我们家推的别墅区就在这里 三期别墅 三期就用三种产品为主 一种就是一个贴墅产品 一种就是连排别墅 一种就是独栋 碟墅产品就一到十九栋 就是我们的碟墅 碟墅户型就分了上下碟 就是一个单位切开了两个 一个下碟一个上碟 下碟户型就是A户型 A户型就是一楼入自己花园 一楼二楼负一 三层的使用空间 是 而上碟B户型就从后面入门 进去都是一楼花园 一楼二楼三楼 天台再加负一 四层半的使用空间 分了上下碟户型 我们碟墅的价钱大概是两三百万一套 这边因为地势比较高一点 因为这里慢慢会斜上去 所以相对来说每间别墅是错开式的 即使好像楼梯一样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所以相对来说每间别墅的视野 都会看到外面一个山景 明白 相对都很开玩的 今集的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 今集我们讲完下碟 下一集我们就讲上碟户型 还会详细比较上碟和下碟 让大家去了解他们各自的优点 好了今集就到这里 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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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